他们是骨仓猫头鹰 刚结婚夫妻俩就闹矛盾 她是丈夫 想出门抽根烟透气 妻子在下蛋 准备生儿育女 小伙叹气 婚姻真是爱情的坟墓 深夜丈夫良心发现 带了夜宵回家 姑娘却还在生气 小伙只能低头认错示好 可此鸟却选择绝食 表示对她的不满 如此也只好等妻子气消了再说 她出门想再找些好吃的来 然而到了早上小伙还没回家 突然菊花一挤 此鸟下了第一颗蛋 深夜小伙还没出现 这家伙难道又去鬼混了 一阵风飘来 丈夫带着猎物回家了 但她只看一眼妻子 马上又飞出门 一只田鼠挽救了他们的爱情 很快猫头鹰夫妻和好了 相当甜美 妻子告诉她当爹了后 她拼命地挤开妻子 想看看这蛋长得跟自己小时候像不像 丈夫很惊讶 这蛋跟自己出生时简直一模一样 应该是轻生的 她走上前认真地打扬着 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 姑娘走上前说 别看了 蛋都凉了就孵不出孩子 她上前挤走发呆的丈夫 希望她别这么激动 好戏还在后头呢 然后把蛋拱再生下 孵蛋可是个技术活 一个姿势趴太久 结果腿都骂了 夜晚丈夫回家时瞬间 怎么突然多了颗蛋 这蛋跟我有什么关系 上前研究了半天 妻子似乎有点心虚 这回小伙兴奋的样子全没了 隔天 姑娘下了第三颗蛋 丈夫在想会不会给别人养孩子 于是她不出门了 在家里躺平 这天夜里 小伙故意提早下班回家 还特意给妻子带来了夜宵 突然屋外一阵躁动 原来隔壁猫头鹰老王来了 夫妻俩都站在门口观望 丈夫突然飞了出来 转眼跟老王牛打在一起 老王暂时落下风 姑娘一脸惊恐看着他们俩 就在小伙放松警惕时 老王突然像剑一样发起攻击 不久后 孩子开始破壳了 家庭迎来了新成员 妈妈爱不释手 抚摸着刚出生的孩子 看着跟自己小时候一样的胆 丈夫满脸问号 突然变得很悲伤起来 这但到底跟隔壁猫头鹰有没关系啊 不过骨仓猫头鹰是一夫一妻制 对爱情还是很忠诚的